哈喽 大家好 顾燕来啦 有些细心的观众老公们应该已经发现了 哎 顾燕 这一台显示器你们不是测过了吗 没错 这个呢就是P275MV的2K版本 一样的QD Mini LED背光换上2K面板的P275MR 直接就把高贵的Mini LED带到了1500这个价位 在我的印象里 这个价格应该只能买个好一点的WLED背光显示器吧 那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话不多说 直接点亮测试 先简单过一下参数哈 面板呢是来自友达的 型号是M270DN8B 原厂是2K180赫兹 如果用DP接口插上应该是能跑满的 还能支持8斗10比特色深 不过因为是HDMI 2.0 HDMI就只能跑到2K140赫兹8比特 连接PS5可以跑到2K120赫兹 如果是连接PC的话 建议大家用DP来玩 亮平之后标准模式下看来呢是有点过饱和 红蜘蛛色准仪 测试的色域覆盖呢是双白的SRGB和Adobe RGB 还有96%的PCI色域覆盖 但是色准和色调的响应偏差比较高 打开P3模式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正了 色调响应贴合了Gamma 2.2曲线 亮次点技术加入让色准提升了不少 平均DotaE 0.62 这时的色域覆盖Adobe RGB稍微下降了一点 不过其他两项的指标都是很在线的 P3模式下屏幕的均匀性表现还是很优秀的 83%的亮度色彩均匀性 最大编达值在正上方是2.8 亮度均匀性在左上角编达比较大 不过在游戏显示器里是在平均水平线上 这台显示器的校色文件我们放在评论区 有需要老哥可以下载用 Mini LED最大亮点还得是这个HDR P2G5MR搭载了1152颗背光灯珠 两个灯珠一个分区 所以是576个分区的Mini LED背光 我们实测在分区背光的模式下 HDR激发亮度可以达到1246尼特 达到了标称HDR1000的标准 画面也不会出现发挥泛白的现象 所以调教还是挺好的 如果关闭分区背光在SDR模式下 也能有440.8尼特的亮度水平 对比度是980比1 那说到分区背光 老哥们应该关心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现象 我们在暗光实拍 这个优化是不错的 这个水平应该是两三千块的 Mini LED显示器平均水平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背光延迟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水标移动哈 我觉得跟我们之前测过那些贵一些的 Mini LED显示器 看起来感觉不大 PR75MR的HDR模式也很丰富 在GAME加菜单里就可以选择 自动HDR模式是按照Visa的要求调整的 HDR电影模式色准会更高一些 HDR电竞模式加大了明暗的差距 玩暗部比较多的3A大作 这个就很有用了哈 我比较喜欢这个HDR电影模式 这个颜色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好那显示素质方面就有这些了 那我总结一下 我个人觉得呢 光是在1500这个价位 配上Mini LED背光 太太追踪PR75MR的性价比 可以算是拉满了 再加上QD量子电技术 色彩表现也很不错 作为一个专业的游戏显示器厂商 大家比较关心的游戏功能 它也是做得相当到位的 它集中在GAME加这个菜单里面 响应时间呢是有5档可以调节的 在23和急速档的小废节测试中 我比较推荐开到第二档 拖影呢是这几档中最小的 也没有出现过过充啊 鬼影这些东西 它两档的过充鬼影就有些明显 一些有用的游戏功能 在这台显示器上也是有的 比如说自动变色的游戏准星啊 还有一个是双电竞模式 这个功能呢我就很喜欢 它可以把画面缩放至25寸 玩MPS游戏的时候就很合适啦 这些电竞功能有多实用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所玩玩吧 如果利用的好的话 上上风问题不大 这个外观兄弟们觉得怎么样呢 它是比较简约的黑武士风格 三面呢是窄边光的设计 再加上扇刃孔 比WLED显示器要稍微厚一点 有一些硬看的感觉 OSD菜单是在这里的 5颗独立的按键 电源按键也集成了指示灯的功能 显示器接口是这样子的 两个HDMI 2.0 一个DP 1.4 一个音频狗和一个电源接口 跟它老大哥4K的版本相比 这个接口配置就显得有点中规中矩了 简配了一些 不过它的支架是我喜欢的 是支持升降洋服和左右移动的全功能支架 G型的镂空平板底座 尺寸不大 稳定性很棒 在里面放几个小手办啊 应该会挺好玩的 那这里呢还会有一个理线孔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价位显示器 配全功能支架是很少的 mini LED还能配这样的支架 真的很良心了 好啦那这一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我来总结一下这台 TITAN RUNA PI75M2的优缺点 U.1 色彩表现出色 尤其是在P3模式下的表现很棒 应该跟它的色域缩线和QD量子点技术的加成有关系 那U.2 游戏优化到位 2K分辨率和4K相比起来 大家的主机都带了起来 应该有更好的帧率表现 响应时间和优化也是比较专业的 自带游戏辅助功能 算是很懂玩家的需求了 那U.3 当然就是便宜了 1500的价位 mini LED QD量子点 全功能支架 HDR1000 这几点哪怕是单拎出来一两个 都是越级的存在 mini LED和WLED IPS显示器来比 游戏体验 特别是HDR体验 提升不要太明显 能够改进的地方也是有的 比如说就是这个OSD菜单 操作逻辑可以改一下 要是能改成摇杆 或者是有一个上行控制软件就更好了 还有就是这个电源适配器 可以改制内置的设计 27寸2K还是有点颗粒感 可能24寸更合适吧 当然了这也要有面板厂商的支持才行 不过在极致的性价比下 任何的不足都显得有点牵强了对吧 最后呢回到标题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台台台湾军台PR75MR 应该是很能打很香的一台显示器了 不过我还是不大想说它是神机 厂商们再卷一点 让我们消费者更能实惠嘛 那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顾音多多点赞评论 我们是全职自媒体播主 你们的点赞评论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 如果可以的话也请多多关注数码公掌账号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